就著顧問的一些建議,我有些具體的看法 主席 譬如說,一般的輪椅是沒辦法入到泳池的 政府可否考慮一下構思一些泳池的輪椅 另外,政府也需要考慮給陳臣氏借用 這些輪椅,譬如說,他們要去到游泳的時候,是不是有些斜度 這些設計是需要改善的 另外,就是第四項的建議 雖然建議是好的,不過就是 那些訓練的導師必須要對殘留人士有一定的認識 以及需要接受培訓 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考慮一下 第D項跟A類一樣,一般的設施都未必適合殘留人士 所以若果要推出的建議,都需要就著殘留人士去考慮 第E項跟C項是同類 不單止管理人員,體育和訓練的導師同樣都需要 另外,他們也需要了解殘留人士在運動的設備和器材使用方面的安全須指 第F項就是應該資助特殊學校去構置專用器材的使用 因為第F項就是說這些學校是要推廣運動 其實運動也是復康的一部分來的 所以如果是可以資助這些學校去構置一些器材 我們覺得都是對於他們參與有幫助 第G項就是建議和社署合作 但是同樣器材、設備都是重要的 政府希望可以長遠有些資助給他們 第K項就是說給殘留人士參與社會各項活動 但是現在問題是復康巴士不足的問題 希望政府推出相關措施的時候 都可以考慮到交通工具 但是L和Q項就是說殘留運動員 但是對於殘留運動員的退役安排是致致不提的 這件事我就希望在顧問報告裏面 若果是可以在建議方面可以提出 令到整件事會更加完美一些 希望局長考慮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